我们今天讲这个转法轮 转法轮 我记得 我刚出来这个 学佛 那以后呢出来红法的时候 这个师父就讲 他说以后啊 这个就要你去转法轮 那我们要了解转法轮这三个字 是什么意思 那么法轮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要大家能够明白的 将来啊 有一天啊 我会跟大家讲 这个卢诗珍的法轮啊 已经转过了 以后呢 法轮啊 就要你们来转法轮 你要了解 什么是转法轮 这个转法轮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意义 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本来啊 我们众生的这个心呢 是被截和尘 被截和尘 被截和尘就是说 截悟是上面的 尘世是下面的 你面向尘世啊 被向截悟 众生是这样子的 才叫做众生 他是跟着这个尘世走 被向这个截悟的 那我们转法轮的意思啊 就是要回转 让众生的心啊 向着截悟这一方面的 而不向着尘世这一方面的 这个就是 把他转过来的意思 把众生的心啊 引导向佛法 这个就是转法轮 另外啊 这个在法轮上面的这个解释啊 认为轮啊是在旋转 而且轮本身啊 是一种吹破 这个轮在转的时候啊 把所有的东西都吹破了 就是把业障吹破了 把烦恼吹破了 有吹破的意义在里面 这个是转法轮的两大意义 把众生的心转向洁悟 把所有的烦恼给他吹破 那么在这个佛经里面呢 又有三轮的讲法 三轮 所谓的这些人呢 所谓这个 自性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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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法轮 跟教令轮 自性轮 正法轮 跟教令轮 成为三轮 成为三轮 它有它特别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自性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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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最高的 像这个佛啊 大部分来讲 每一个每尊佛 都是自性轮 像大日如来 它本身就是自性轮 它的正法轮呢 有一个代表 就是 马哈波耶波罗密多菩萨 就是大日如来的正法轮 那么教令轮呢 就是不动民亡 不动民亡 我再举一个例子 阿弥陀佛 就是自性轮 自性轮 那它的正法轮呢 就是文之实力菩萨 它的教令轮呢 就是大威德金刚 大威德金刚 我一直要解释 这个三轮啊 想了好久 这怎么 把它分别啊 把它分别 它的这个意识 它的代表 为什么要分成这三轮 我认为啊 大日如来啊 就是一个学校 一个一个school人 这个校长 校长 那么正法轮呢 就是教育长 教育的 管教育的 教育长 教令轮呢 就是信道长 信道长 管这个学生的 纪律的 信道长 所以这样子 你们一想啊 这个脑袋一想 哦 就知道了 好像阿弥陀佛 他本身就是校长 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校长 那么 出来教的是谁呢 出来教法的 就是文字施利菩萨 他说他是教育长 文字施利菩萨教育长 那管这些纪律的 这些不乖的啦 幻戒的啦 就是大华 就是大华德金刚 这个管教育的文字施利菩萨 校长 阿弥陀佛 这个信道长 专门 专门管这个 专门管这个 这个纪律啊 就是大华德金刚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分成 自信轮啊 这个正法轮啊 跟这个教令轮啊 就是这个意义在这里面 然后我是这样子啊 用我自己这样子的啊 方法给他这样分别 就非常的清楚 这个叫三轮 三轮 那么我们转法轮 什么叫做转法轮呢 啊 转法轮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他有他的意义啊 就是要转众生的心 那么要把众生的烦恼 跟自己的烦恼 他人的烦恼 所以一切人的烦恼 通通给他啊 消灭掉 给他断掉 这个就是在做转法轮的工作 所以卢瑟珍说法 啊 在这边说法 就是在转众生的心 就等于在转众生的心 说法 就是在了生死 在断烦恼 就是在转法轮 所以以前师父啊 跟我讲 他说 哎 应该要让你来转法轮啦 那么我已经转过了 有一天啊 我也要跟大家讲 我的法轮已经转过了 以后要换你们来转 好 我这个休息了 我休息了 就换你们大家来转 所有的生活中的地址 大家一起转法轮 那么这个转法轮呢 就是有他本身的意义在里面 这里面呢 又提到好几个这个意义 一个是根气的问题 根气 有些根气不好 但是把它转好 这个是有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地址本身呢 他的这个根气不好 但经过这个教育啊 经过教育啊 培养 所以教育很重要 其实我们这个生活中啊 将来一样要重视教育 你教育的话 可以把不好的这个根气的地址 变成好的 品性呢 也是需要教育 教育很重要 那么我们红华 教育啊 这些啊 都是将来要做 那么把根气不好的地址 他本身呢 刚开始的时候 根气不好 慢慢的给他培养 慢慢的给他校正 他会成就一个 很好的这个根气啊 出来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再讲这个 转法轮三个字 那么转法轮呢 他本身呢 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啊 有两点 一个就是 让众生的心转向觉悟 那么轮子旋转呢 吹破众生的烦恼 那其中呢 又包含了很多的意义 那么第一个意义呢 就是呢 把这个根气 你原来的根气不好的 把它转成好的 第二个是信 原来是不信佛法的 令他起信 令他去修法 这一点呢 也是很重要 一般来讲起来 皈依真佛中的 都是因为 他相信了 卢斯尊本身 所写的这个书 我写书也是在转法轮 最初啊 我哪里有什么地址 根本连一个都没有 根本连我自己啊 都不一定是相信佛法的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因缘 去接触到佛 以后呢 我把这个接触的因缘 写成书 写成书 然后印刷出去 很多的众生啊 买了我的书来看 一看 他们就信了 那么就开始学佛 开始修法 那么我写这些书啊 就是在转法轮 由不信啊 变成起信 然后到最后去修法 这个就是在转法轮 所以我有 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方便法 好像是说 好你不信 那么我显现一点事迹给你看 你就信了 这个也是一种方便度众生啊 也是一种方便度众生 像我昨天啊 在这边问世 我那个人根本就不信 我说好 我给你感应 你假如感应了 你就来扶持 这就是转法轮 把这个不信的 转成信的 他本来是 什么都不信 但是他身体有一点病 我说好 我这样子做 给你一点感应 一点奇迹 让你的病好 那么你就起信 这个也是在转法轮 这个叫做方便转法轮 有的人是听到佛理 他起信 他听到佛教的道理 哎呀那么好 能够了生死 能够断烦恼 而且他这个理 非常的佛理 非常的严满 因果啊 因缘啊 轮回啊 那么如何得到究竟的这个真谛 苦极灭道啊 四圣地啊 觉得哎呀 这个佛理非常好 由这里起信的 是由佛理来直接去启发他的信仰 这个是转法轮 这个是转法轮 那么方便转呢 就是说像师尊一样 好 你不信 我给你一点感应 你感应到了 哇 你就相信 然后你就开始修行 这个叫做方便转 也有方便转的 有些人很铁齿 铁齿不是牙齿 是铁座的 涕气 他什么都说 我看到我才信 那就是很困难度他 但有时候啊 显现一点小感应给他 他就增加他的信心 他修行啊 得到相应 这个都是属于方便转 都是方便转 一般来讲 依照正信啊 应该用佛理 佛教的道理 然后令他心灵 感动起信 这种是 可以讲起来是 比较正的一种 接引他信佛的一个方法 那么就是把不信的 转成信的 也是在转法轮 另外呢 把恶的转成善的 也是在转法轮 把不好的 这个人本身来讲起来啊 是行恶的 行恶的 像偷盗啊 像杀生啊 像邪淫啊 那么你跟他讲这个因果 跟他讲因果 那么他 这个 一听到 这个善恶的因果以后啊 他就开始转 把这个不好的这种行为 不去做 以后呢 反而啊 不但 这个守五戒 还行十善 那么这个 你用佛理的方法 善恶因果的道理 去欠解他 这个也是在转法轮 把不善的 转成善的 不好的 转成好的 这个就是在转法轮 另外还有广大转 广大转呢 像这个卢世尊呢 他在入山墓地 入定 进入圣定里面 那么就进到宇宙意识里面 宇宙意识里面呢 他化出很多的身 到各个地方去显现 释迦牟尼佛有的 他在灵鹫山说法的时候啊 他另一个分身啊 到了另一个世界去说法 所以西藏密教里面 很多的密系啊 很多的密系 系就是经典的意思 像洗金刚啊 像石轮金刚啊 石轮金刚就是佛陀 正在灵鹫山说法的 那一个时刻 他另一个分身啊 跑到 另一个这个香巴拉国 叶贤国王那里去 说法 说石轮金刚 同一个时间 两处地方说法 那这个就是很厉害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广大转 像卢斯尊啊 一入深定 进入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里面 分出很多的分身 到各地方去说法度地 显现他的分身啊 去说法度 度地 这个就是广大转 这个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义的 这个在时空方面来讲 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佛教里面呢 他能够有分化 分身出来 因为你进入深定 你跟这个自信轮一起转 这个时候啊 就可以分出很多的分身 到弟子各个的梦中啊 去启示他们 去教化他们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广大转 广大转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一种争议转 争议转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你现在的运气不好 但是我教你一个法 使你转为好的运 好运 这个就是争议转 增加你所有弟子本身的利益 所以你归于真佛中啊 这个师尊传法 传真义法给你 你修真义法 就得到真义转 这是改变你自己本身的命运 转这个不好的命运 变成好的 转亏损的变成真义的 转不吉祥的化为吉祥 所以这个就属于真义转 那么这个转法轮呢 就有这么多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呢 讲这个福跟慧 那么福呢 也就是福分 慧呢 也就是智慧 我们学佛的人啊 在福跟慧方面啊 要很清晰 也就是你对福慧啊 要能够清晰明白 大部分的人来讲起来啊 这个福跟慧啊 有时候啊 有时候啊 他会啊 混杂在一起 混杂在一起 学佛本身来讲起来 福跟慧都必须要 你去把它修持的 修福是好的 那么修慧也是好的 那么有人呢 就问我 以前呢 有人就 他本身就问我 是福跟慧的本身的功德 哪一个比较大 哪一个比较大 应该讲起来啊 这个是不可以比的 不能够去比的 我们晓得像这个布施啦 建妙啦 庄佛菩萨的今生啊 都是有功德的 不能讲没有功德 而是有功德的 但是这个功德啊 是属于福报方面的 福报 布施啊 建妙啊 庄佛菩萨的今生啊 行善啊 都是属于福报方面的 也就是你在修福分方面的 那你深入精章 去思维这个佛陀的 这个真理真如 那么修禅定 开发你自己的佛性 这个是属于修肺的 也就是修如来的智慧方面 那么福跟慧如何去比较 因为两个他本身的目标不同 所以是不能够比较的 无法去比较的 但佛教啊 本身讲起来 应该是要福慧双修 福跟慧都要一起修 因为曾经有一个比喻啊 你假如只有修费 不修福 那你会成就一个 好像智慧高深的 智慧高深的阿罗汉 但是呢 你始终没有办法 出去化炎都化不到炎 你会作困酬成 作困酬成 你的经济来源会有问题 因为你只有修费 专注重修费 所以你没有跟众生 结这个福分的这一种炎 你的福报很小 小到你自己 虽然智慧很高 但是你只能够一个人 没有一点福报 都没有的 很穷困的 那么只有修福 而没有修费呢 他说就像那个大象 很大的象 但是他的身体 挂满了这个阴落 这个珍珠啊 宝物啊 挂了满身都是 但是你没有智慧 只有福报 那你会是愚蠢的 像像大象挂阴落一样 所以福跟慧啊 是不能够比 功德也不能够比 但是呢 他本身啊 必须要二则兼之啊 两个都要修 这样子才完全 他有最近呢 遇到这个几个佛教徒 我也问他 他说你们 有没有读经呢 他说我们没有读经 那你们呢 有没有这个 学过这个 经典里面的这个奥义啊 有没有读经啊 他说我们也没有读经 那你们做什么呢 他说我们就只有做善事 那么这个就是 他本身修福 我们可以很简单讲 做善事就是在修福 那么你在修福呢 没有错 你可以捐钱啊 去帮助贫穷的人 那么也可以 坚钱去盖医院 那么坚钱呢 去做慈善 种种慈善的事情 是可以 这个是属于修福方面的 那么我已经讲过了 你将来不可以福报很大 但是你的智慧没有 智慧没有 那么也不可能 你也不要去单单 只有去深入精湛 那么其他的很多事情 你通通不管 你也不要说只深入禅定 其他的一切外在的 你通通不管 也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呢 是要讲 是前面都要顾到 也就是你最好啊 是福也修 那么肺也修 因为佛陀本身的 他的真谛里面 到底是最重要的 是如来本身的智慧 也就是佛慧要紧 佛慧要紧 那么佛慧啊 你很重视佛慧 但是你要把佛慧 弘扬出去 你也要借助这个福报 借助很多的福报 你才能够弘扬 弘扬出去 像印经书啊 你必须要有很大的这个资源 也很大的来源 那么你建道场 你也必须要有很大的福报 很大的经费 才能够建道场 那么你要想要帮助人啊 你也必须要有很大的这个资源 很大的经济来源 这个都是论及到福报的 那因为你自己本身呢 有帮助众生 那么众生啊 跟你之间的颜 也算是一种福源 一种福报本身的颜 由于有这些颜呢 你才能够嫉妒众生 去广度众生 把佛法弘扬出去 或者佛法就等于是属于你个人的东西 你没有这一种福源 去跟周边的人去结缘的话 你始终也只是一个治疗汉而已 这个是福跟慧的这个关系 那么修福是重要的 那么修慧也是重要的 恶者啊 不可以缺失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讲这个忏悔的罪相 忏悔的罪相 按照这个佛陀时代 他讲这个忏悔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们认真的说起来 释迦牟尼佛是必要我们啊 行则去行忏悔 这句话讲出来啊 也许大家会很惊讶 其实佛陀这句话的意思是 叫大家不要换戒 免得你要忏悔 他意思是讲说 不要大家行忏悔 意思是说 你最好是守戒力 不要去患罪 不要去患罪以后再忏悔 这个话意是这样子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所有的经典当中啊 曾经讲过 很难忏悔 患了业 你真正要把业消除掉 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你真正换了业 还是要最后还是要动用到忏悔 这是佛本身的原来他所讲 希望所有的行者不要去忏悔的这个言义 是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这个忏悔还是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人 我们讲的圣人都会犯错 佛陀所制的这 制定的这些戒力 很多 人难免是有错的 这天底下假如是圣人的话 你是一个天生的圣人 那也不用转世为人了 你既然是圣人 早就是不在污秽的世界里面 只要是在污秽的世界里面 那难免都是有业的 一有业的 当然还是要忏悔 密教里面讲忏悔的瑞相 是很明显 很明显 很明显 所以忏悔啊 必须要是联系的 不是说啊 我做错了 我就忏悔一次 不是的 在瑞相里面是讲说 你必须要一直做忏悔 忏悔到真正的瑞相产生出来 才算是真忏悔 那么这个瑞相有很多 以前我们中国中的弟子 这个修参为法 常常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 这个看到啊 不好的东西 要从身体里面跑走 不好的东西 好像你自己啊 在禅定里面呢 看到有这个蜘蛛啊 毒虫啊 从你毛细孔里面呢 跑出来 这个是属于德颤的这种瑞相 甚至啊 从这个鸵打开啊 拉出一条这个长虫 拉出来 这个也是忏悔的一种瑞相 得到这一种瑞相了 就可以讲说 你的业 已经洗掉了 已经洗掉了 还有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忏悔的本尊呢 显现光明啊 在细空中光明照你 这个都是瑞相 那么看到这个本尊出现呢 给你磨顶 给你磨顶 这个都是忏悔的瑞相 还有看见了自己这个 黑色的这个气啊 从前身散掉 那么自己本身放光 放出大光明 这个就是忏悔的瑞相 另外呢 还有看见了自己啊 打坐的时候啊 心中啊 莲花放光 心莲啊 放出大光明 那么自己腾空 腾在西空之中 放大光明 这个也是忏悔的瑞相 有了这个忏悔的瑞相啊 我们才称为 这个已经是应验了 有了这个相应 就是你修忏悔法 修到相应 这些瑞相就产生出来 密教里面啊 他必须要讲瑞相 因为瑞相就是给你盖一个章 就是说你说已经 啊 pass了 你已经通过了 已经给你盖章 所谓相应啊 就是给你盖章 好 ok pass 盖一个章 啊 过了 就是你 你的忏悔已经过了 有这个瑞相产生出来的时候啊 你的忏悔法 才可以不用再修 你可以继续修别的法 不用再修忏悔法 那么这个忏悔 当然我们讲的 就是一定要心忏 你心啊 真的开放 真的流露 是真实的心的忏悔 叫做真实的心的忏悔 而是表面上修忏悔法 是没有用的 活菩萨是看你自己本身的心 你确实把心开放 心流露了 真实的心忏悔 才是真忏悔 那么你也要啊 要讲以后不再患 以后经过了这一次忏悔以后啊 你也要试验 说以后不再患 这个才算是真忏悔的 那么忏悔法 你这样子一次的做 两次的做 三次的做 你自己心会放光的 所以你看到自己心中的莲花开放 放大光明 全身放光 这就是忏悔的这个 这就是忏悔的这个 瑞相 会有的 会有这种相应的这个事迹 在真佛秘法里面呢 金刚沙斗的 这个金刚心菩萨法 就是最好的这个忏悔法 任何一个本尊呢 也都有忏悔法 任何一个本尊都有忏悔法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人不能说永远没有过错 一定有过错 小过错 忏悔 大的过错 一定要心忏悔 要很沉痛的这一种忏悔 真正很大很大的过错 好像是说不能够忏悔的 那么要请求啊 所有佛菩萨 所有的高僧 给你证明 给你证愿 而且要公开的花布 以前佛陀时代是有这样子 你在所有的长老面前 发入你自己本身的过错 祈求所有的 这个无形的佛菩萨 跟有形的佛陀 所有的在座的所有的弟子 听了你的自己的发入以后 再给你加持忏悔 必须要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啊 你不是说我私下忏悔就了 不是的 在长老面前发入忏悔 由所有的长老 给你做加持 那这个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啊 这样子啊 我们行者啊 我们行者啊 这忏悔才能够有瑞相产生出来 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今天呢 来谈这个长寿啊 也就是寿命啊 的长短 这个谈到长寿啊 可以这样子讲 是很困难讲 很难讲 很难讲 为什么难讲呢 怎么样子才算是长 怎么算算是短 怎么算才算是短 那更短的啦 就是二十几 三十几 四十几 都算短 这只是一般来讲起来 那对于长寿啊 一般讲起来 所有的人都喜欢 大家都喜欢 寿命长一点 不要太短 短了 就觉得心理上 对于那个人啊 有一种惋惜的 一种心理就产生出来 在佛法谈长寿 我们知道这个西藏 这个仁波切佛佛喜欢住 住你长寿 永不入涅槃 都喜欢这样子 长寿好 还是不好 在我自己个人认为 很难讲 难说 怎么说呢 你再长 还是完蛋 这个佛陀也讲 有生必有死 再长 也不过是长那些 又也不能长多 长多少 有生必有死 无常的道理 再怎么样子长 还是一样完蛋 所以这个死 有的时候 令人家产生恐惧 有恐惧 就想长寿 但是长寿 还是免不了意思 没有用 所以我以前 不要去计较 不要去计较 不要去太计较他 真的不用去计较他 在我的眼中 在卢师尊的眼中 长寿不一定好 都是一些老妖怪 我不是讲那些老人家 事实上你绝不觉得 年纪越大的 那个性情越是妞 越是固执 越是不通 越障越重 他打的妄语越多 因为你年纪不大 妄语加起来 业不会太多 你因为你活得越久 他造的业就越多 妄语越多 拖道啊 两舌啊 是非啊 越是重 越来越重 所以长寿又有什么用 长寿对一些人来讲起来 反而是一种负担 反而是一种负担 不一定好 当然我也不希望 大家都是寿命很短 发一下光啊 他就没有了 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你这个光能够持续 能够持续一点 我们祝福人家长寿啊 其实要配合一个东西 就是 我也讲说 长寿要配合健康 很重要 你年纪大的人啊 年纪大的人啊 身体假如不健康 很痛苦 不要说你到地域了 不要说你到地域去受苦 沙坡世界就苦海无边 病苦就让你享受到 禅不忍睹 而且你不想佛 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啊 长寿一定要配合健康 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寿命很长的老人 自己心理上也会产生一种 自己警惕自己 虽然他是 他是长寿 但是胡作拐杖 坐着轮椅 这个脸浓 憔悴 满脸病 全身痛苦 令人也是感觉到一种悲悯 一种悲悯的心呢 产生出来 这样子的长寿太苦 宁可这样子的长寿不要 所以长寿一定要跟健康 在一起 一定要跟健康 所以我们祝福人家长寿 祝福你长寿 祝福他长寿加健康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晓得 年纪大的人 业障也大 所以呢 应该想起来 在有生之年 我们一定要做功德 记得功德这两个字 本来是没有什么功德 但是你去做了就好 你做了就变成善的 也就是说 你的恶业不造 反正你造善的光明面的 这种善业 也就是跟做福德 福德 这个功德啊 你能够行善 你的面孔就不同 在颜料房里面呢 有提到这个功德线 功德线 在你脸上啊 就产生一种功德的线 你的脸呢 是一很慈祥的脸 慈祥的脸 大家晓得了 小的时候啊 就有童贞的脸 年轻的时候 就是很英俊 美丽的脸 中年呢 是庄严的脸 老年呢 是慈祥的脸 这个是 你自己有修行过来的 那一种脸 才会加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否则呢 你佛的长寿 那个脸啊 越佛就越难看 所以时时观察自己的脸 是不是很慈祥 年纪大的人 观察自己的脸 是不是很慈祥 很庄严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那个脸 越来越尖刻 越来越难看 越来越多的这个 是非 那我们再来谈这个 长寿 我讲过了 长寿很难讲 也不知道长寿是好 还是不好 那我个人认为 我到现在有一个感觉 我个人就是这样子认为 我最喜欢的年龄 是差不多七岁到十岁 7 to 10 7 to 11 7 to 11 为什么 因为那个半懂不懂的时候 最好 最好 那一段时间 你没有造业 那一段时间 你造不了什么业 我喜欢我小的时候 小些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啊 还没有善恶的观念 什么是善啊 什么是恶 懵懂 根本自己不知道 什么是恶啊 什么是恶啊 你也搞不清楚 事情的黑白啊 你也不懂 恶 恶 你也不会去宣染 可以讲那个时候啊 是最童真 最纯真的时候 7 11 7 岁到11 岁这段时间 我到现在为止啊 我是很怀念 小的时候 我从来啊 就没有觉得啊 这个大人的世界 有什么好 小的时候啊 我们很纯真 很纯真 那时候 也自己想啊 赶快自己长大 变成大人啊 可能大人的世界很好 有一种 这一种 怀念的这种想法 等到你长成成人了 你从来没有想过的 成人的世界 真的是社会 险恶 真的是真名夺利 真的到处都是陷阱 到处都是陷阱 真的人跟人是排斥的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啊 天真无邪 没想到啊 这个成长以后 成长啊 思想成熟以后啊 原来都是邪念 长寿好不好 比你就可以分出来 你小孩子的时候啊 你有什么邪念啊 小的时候没有了 不造业的 因为成长以后 你才造业的 争民夺利啊 这个陷阱啊 这个啊 人世上的 这个世世非非啊 那些才会 整个浮出台面 以前没有的 小孩子时候的 根本都没有的 所以成熟啊 反而是一种罪恶 成长呢 反而 你成长以后 反而是一种痛苦 一种烦恼 所以佛陛啊 所以佛陀啊 本身来讲起来 像我们 啊 宗派里面呢 应该保持 每一个行者要保持赤子之心 很重要的 你要很纯真的这一股心 是很重要的 所以长寿 你又有赤子之心 你又知道修行 去求起无上的智慧 这个才能够啊 把你原来这个 这个纯真啊 童真的这个心啊 才能够弘扬 因为成长以后啊 就变成老奸了 老奸 计划 这个臣服也深啊 到处都是病密啊 什么都不可以讲 小孩子的时候 哪有什么病密呢 所以我觉得啊 成长反而很凄惨 很凄惨 成长反而是悲愁 长寿反而是业障重 很难保持有这个 这种童真的这一种心 所以我这一生走过来 小时候是很天真 以后走过来 就知道了 到处都是陷阱 宗教界已经是很单纯了 宗教界本来就很单纯 比其他的这个社会更单纯了 但是一样处处有陷阱 一不小心你就掉到那个陷阱里面 你就偏体鳞伤 没有人会来救你 也没有人会来同情你 反而小孩子的这个心呢 反而会有慈悲的那种心 成长以后了 你长寿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麻木 变成麻木的妖怪 麻木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呢 这个行者要记得 你要修长寿佛 但是你这个长寿啊 是要跟健康配合 那你要多行功德 使你的光明面显现出来 还有 你要懂得珍惜你的这个生命的岁月 因为长寿也不会很久 要知修 懂得修行 求起无上的智慧 你的脸呢 会显出佛的光明 要慈祥 要庄严 不然呢 一般来讲 越长寿的脸 越难看 你越长寿啊 你假如不修行 没有做善业 你不放光 不求起无上的智慧 你得不到庄严的脸 跟慈祥的脸 你老的时候啊 就变成一副 什么脸 不要脸 我不骗你啊 你就是那种 那个脸 就是不要脸的脸 扭欺啊 妖怪啊 因为你时时有斗争的心 你就显现斗争的脸 你有基督的心吗 就是基督的脸 你忧愁啊 就是愁苦的脸 你凶恶嘛 就有凶恶的脸 这个综合起来啊 就是妖怪 就是不要脸 你贪承之的脸 你贪承之的脸啊 全部在你的脸上 长寿成了贪承之的这个妖怪的脸 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知修 知到修行 求无上的佛如来的智慧 求起无上日来的智慧 然后庄严 放光 你又慈悲 这才是一张最好的长寿的脸 我妈的被移动 我妈的被移动